大家好 我们山里种的中道 马上就要成熟了 现在正是灌江崎 眼看辛苦了大半年 丰收在望 马上就有收成了 可是山里的野猪 也都跑下来招他粮食 到了每年的这个季节 这些弟弟种的粮食 都会过来招他 连白天都在这里 擀也擀不掉 看我身边的这些地 好多粮食都已经被野猪糟蹋了 现在我们去看看吧 看这些稻子 全部野猪糟蹋了 都是昨天晚上糟蹋的 你看马上都要成熟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口粒无收 看野猪就是这里下来的 刚刚这里上去 水都还是混浊的 就是我刚过来的时候 刚刚还在地里 看这一脚印 看看这块地板 糟蹋的更不成样子了 看 都颗粒无收了 看 这些水都全部糟蹋完了 看 看 看 这些水都还是混浊的 这些野猪 就是刚刚 才跑到山上去 这些稻子都马上都要成熟了 看这里 全完了 看这块地 全部糟蹋完了 这些粮食都颗粒无收了 眼看到手了 就这样被糟蹋了 可惜了 不知道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帮帮我们 根据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猪是什么的 它是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所以我们也拿它没有办法 希望 有关部门 能够帮我们农民想想方法 保重我们农民的财产 不受到损失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